进入大学不久 同学们面对突然出现的很多选择 比如说上课 社团活动 实习 出国交流等等 有些不知所措 有的同学反映说 没有想到大学的课业负担居然这么重 每天都在学习 但是又不知道每天学习对不对 有的同学反映 周围的小伙伴都在找实习 而自己其实想静下心来多多一些书 看到别人每天忙碌奔波 于是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 找不到好的平衡点 同学们这种焦虑和无所适从的心态 其实是很自然的 这种对于对不对的疑问 体现的恰恰是评价体系多元化之后 找不到参照系的焦虑 刚刚离开家 面对更广阔的世界 面对诸多选择 有些迷茫 慢慢找到方向 这是我们人生的必经阶段 寻找人生目标是一个漫长的道路 路漫漫其修远西 大部分人都会经历上下求索 焦虑 甚至是自我怀疑的过程 同学们对这个过程 毕竟的感受 如果有所预期的话 也会帮助我们 更坦然地度过这个阶段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